這對好友組合真的很令人吃驚 看起來沒有交集的兩人 其實私底下是超級好友 居然也和Big Band的唱是至親好友 嗨 歡迎來到Teeper推播 我是Demi 韓國娛樂圈裡面 有很多神仙好友組合 像是阿佑跟劉以娜 李光珠和宋仲基等 居然還有些是 你想都想不到的好友圈組合喔 今天我們就整理了 K-POP圈令人意想不到的 神仙好友組合 如果你們也喜歡可以考的音樂 偶像 戲劇 傳達及美妝 歡迎到右下角訂閱我們 並開啟小鈴鐺 最後別忘記追蹤我們推一波 IG及臉書社團唷 BTS的V和何志願 新一代的超級人氣王V 他的交友圈啊 可是橫跨歌謠界和戲劇界 除了大家都知道 他和三位普姓帥哥 普寶劍 普敘俊 普總值是好友外 居然和女神何志願也是好友喔 想不到吧 何志願曾經在IG上發布和V的合照 內文替防彈的新專輯加油應援 看起來沒有交集的兩人 其實私底下是超級好友 V和何志願都很喜歡欣賞畫作 愛攝影的關係 他們會互相分享拍得好看的作品 也因為這樣的互動而變成了好友 由於V的好友實在太多 防彈成員還曾經在節目上大大吃醋過 我們有紅色的男人跟著玩 我們有朋友有朋友 但我們有朋友 誰叫我們V太會交朋友啦 偶爾也顧一下防彈們嘛 鄭浩妍和Jenny 兩人在某次巴黎時裝中 因為Jenny的造型師關係而互相認識 之後剛好Jenny在紐約開演唱會 鄭浩妍也有去看 回韓國後 兩個人因為很聊得哀 開始會私下約吃飯 個性喜好都很相近 所以也變成了時尚好閨蜜 鄭浩妍曾經說過 Jenny就像是位天使 總是給她支持與安慰 在拍攝魷魚遊戲時 Jenny也為她送過應援咖啡車 兩人私下的合照 可愛又親密 不少粉絲敲碗 希望她們未來能一起同框合作 最近真的有很多 就是演員非常會唱歌 搞不好哪天正好演員 就和Jenny合作一首歌 然後唱個超屌嚇死大家 感覺就是有可能會發生的耶 Jesca和蒲敏英 又是一個想都想不到的連結 Sika和蒲敏英相差三歲 一個是演員 一個是歌手 看不出來有什麼連結的他們 其實從出道前早就認識了 完全是大家羨慕的 女生姐妹花之一 我跟她們年輕的Jesca 我跟她們一起合照 我跟她們一起合照 蒲敏英還和Sika一起去 北海道西班牙旅遊過 2018年時 Sika甚至讓蒲敏英當 One more Christmas 試聽的第一人 Give me one more Christmas baby Let it nu nu go down 聽到這 各位是不是羨慕到爆炸了 看得出兩人的好姐妹情 這種特權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呢 不只這樣 在去年Jesca的 32歲生日派對中 出現了一個 令人意想不到又熟悉的聲音 Happy birthday 這位隱藏閨蜜 不僅買了超華麗的 紅玫瑰蛋糕送給Jesca 還送上了一條精緻的珍珠上鏈 最近很像珠璃的珠璃 很像珠璃 怎麼知道 隨後在影片中露出臉頰一角 Jesca叫她 Mini 沒錯 那就是我們Black Pink的Jenny啦 Sika還捏她Q嫩的臉頰 兩人要好的互動 讓粉絲都很驚訝 居然是好友 其實在社群上 都能看到 Jesca和Jenny的互動 Jenny私底下 也會穿Sika的 時裝品牌 還一起穿過一樣的服裝 讓人意想不到的友誼 果然Jenny的交際手腕 也是不簡單 Mamamul 宋樂和普蘇丹 兩個人因為節目 感性露營的出演 而逐漸變成好友 在節目中 許多可愛的互動 讓粉絲們都特別愛看兩位合體 你現在很可愛 普蘇丹去年還在百忙之中 上了宋樂的節目 作為訪談嘉賓 你好 我是白蘇丹 其實普蘇丹曾在 黃金魚場節目中 聊到兩人初次見面 是在2016年的 青榮電影節 那一年他得獎 之後以頒獎嘉賓的身份 再次參加 後來又出現了 普蘇丹覺得很神奇 我超級神奇 我超級神奇 神奇的緣分 都是來自老天的禮物 相信他們的友誼 一定會長存 IU和宋慧喬 這對好友組合 真的很令人吃驚 IU在節目上時分享到 那時半演唱會 一上台 居然看到當時的 宋慧喬夫妻 台上一直與宋慧喬對到眼 他緊張到 不斷想要行注目禮 我的髮型真的變得很暗 只有他們才能看到 演唱會結束後 宋慧喬還發訊息跟他說 演唱會很好看 IU說彼此那時沒有交集 宋慧喬前面出現 讓他又驚又行 之後IU熬夜拍攝 德魯娜酒店時 也收到 宋慧喬給他打氣的 應援餐車 他也在IG上 發文大大感謝歐膩 只能說可愛的IU 實在是人人都想崇雅 人緣真的超級好 因為蒐集這篇我還發現 原來宋慧喬也是IU的粉絲 他也有一次是送那個 應援咖啡車送過去 才自己寫說是 IU粉絲後援會會長 宋慧喬 完全是大叔級的謎弟 超可愛的 視訊和安普賢 安普賢在節目 我獨自生活中 邀請XO的視訊 來和他一起度過療癒的露營時光 所有露營的道具 和布景都超級用心 燒酒晚餐通通給他弄到好 為了好友視訊 可是做足了準備 視訊的出現 讓大家都很驚訝 欸 究竟這兩人是怎麼認識的呢 其實他們是因為 2018年一起拍網路劇 而認識成為好友的 安普賢還在節目中說 只要視訊來這 他都很開心 看得出兩人要好的兄弟親 一起欣賞夕陽 海景 享受放鬆的時光 看得我都被治癒到了呢 TOP和李正仔 曾在節目名單公開2016年中 獲得黃金人脈第一名的李正仔 想不到 居然也和BIG BAND的TOP 是至親好友 Long time no she long time no she 李正仔曾經表示過 雖然自己比TOP年長15歲 但兩個人的興趣和喜好都很相似 所以話題不斷非常投機 儘管年齡有差 但秩序相同的狀況 讓彼此的關係變得很好 李正仔還曾經說過 TOP是他心目中 新生代男演員的第一名 完全沒有年齡差的好交情 實在好難得啊 另一位讓人意想不到好友 則是因為拍攝 請回答1988而紅的 娃娃與李東輝 - 呀 - 呀 這是為什麼 - 哪 也不知道 他和TOP也是至親好友 李東輝除了在IG裡面 幫TOP打氣外 還曾經在節目上提到 TOP是他的人生導師 - Big Bang 的 TOP是MENTO 一樣的 - 哈哈哈 - 其實我真的想要說得很感謝 兩人因為拍攝電影 《老千二》而認識 當時沒有經紀公司的他 都是TOP開車載他一起去 他很感謝TOP - 緊張開車以後 - 拿車出車了 拍戲意外獲得的好感情 也看得出TOP真的是位暖男呢 娜恩和沈恩靜 這組也是蠻令人吃驚的好友組合 娜恩曾經在社群上上傳 和沈恩靜的合照 讓好多人都壓抑 - 咦 你們居然是好友 偶像和電影演員是哪來的交集 後來得知 兩人其實從小就認識了 還是同個社區的朋友 因為沈恩靜出國沒有了聯絡 後來兩個人都進了演藝圈 才又重新聯絡上 每次電影上映時 娜恩幾乎都會出席試飲會 就知道兩人的關係有多親近啦 有沒有人覺得 沈恩靜他某些角度 其實有點神似那個 陳妍希 諸吼和變耀翰 又是一組高顏值的好友陳一 演員變耀翰上次在IG上 PO出和XO索吼的合照 原來兩人從學生時期 就已經有著 深厚的友誼 都出生於 韓國藝術綜合學校戲劇院 私下很常會一起聚會 也會為彼此應援打氣 陽光先生熱播時 索吼就大方的送上 餐車應援啦 飲料上還貼了兩人的合照 這心意真的是100分 銀鶴和全昭明 在某集Running Man中 銀鶴登場讓全昭明露出 驚訝的表情 那是因為想都沒想到 兩人居然是小學同學 在四年級的時候 還曾經一起表演過舞蹈 彼此還互相爆料說 喜歡過對方 超逗趣的對話 讓大家笑到不行 時隔20多年的見面 兩人還一起 重現小學一起合作的舞蹈 展現超好的默契合作 What is the Raven 和 Girls Day 的 Yura 接下來這組呢 也是令人感到 神奇的好友連結 What is the Raven 到 Yura 的畫室中 直播畫畫 不少粉絲們看到都驚訝 咦 他們怎麼會認識 這組是 實際上 我非常親愛的 老闆 Girls Day 老闆 Yura 女兒的工作室 Robin 分享Yura 就像是他的親姐姐一樣 他現在正在努力的學畫畫 Robin 之前在不少公司當過練習生 所以也有不少的人脈 加上他愛畫畫 才認識了Yura 想必之後 Robin 的畫工也能進步神速吧 虎希涵 裴聖賢 和黃鷹畫 果然帥哥的好友都是帥哥 因為語意錯誤而人氣超火爆的 虎希涵 和最近熱播 我們的藍吊時光的 裴聖賢 及女神將裡的 黃鷹畫 都是至親好友 私下很常一起吃飯 裴聖賢的IG上也出現過 兩人的合照 這三大帥哥 想必觀眾應該很想看到他們的合體演出吧 金高寅 金聖哲 安安珍 李香二 李玉英 朴素丹 最後這一組是傳說中的 韓國藝術綜合大學 10學號 看到這個好友名單 你們一定會金丹 因為根本就是眾星雲集 從鬼怪金高寅 那年我們的夏天 金聖哲 到機智醫生生活 安安珍 海岸村恰恰 李香二 隧道李玉英 及寄生上有的 朴素丹 都是新一代非常有名 各個都是非常全方位的藝人 聚在一起的時候 感覺就會光芒四射 到現在 彼此還是會在IG上互動 也展現多年的好情依呀 最後呢 要來補充的 就是我們的 人脈王 Jackson啦 Jackson一直都是 Channan的超級人脈王 認識的大咖好友 真的是多到屬不清 不過最近最令人驚艷的就是 他在IG上 PO出與大前輩 CL的合照 馬上讓粉絲聯想 兩個人是要合作了嗎 接著更驚訝的是 Jackson沒多久又出現在Rand 最新美國Vlog中 兩個人一起大吃米線 雖然兩個人曾經合作過 但突然的現身 還是讓人又驚又喜 看到這種圈內的意外好友組合 我都會覺得 欸 蠻有趣的欸 不曉得他們怎麼連上線 今天哪一組友誼 是最令你出乎意料的呢 或者是還有哪一組的 還有連結 是你很想跟我們分享的咧 都歡迎到影片下方留言處 他們會討論留言分享啦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我覺得TOP跟 TOP跟那個李政仔也蠻特別的 然後還有IU跟宋慧喬 結果我沒想到宋慧喬是 IU的粉絲欸 那個他跟何志願那也蠻酷的 就是 你腦袋沒有辦法把兩個人馬上 連結在一起 可是他們卻還蠻不錯的 你就會很 驚訝 哇喔 像Jenny跟Jessica 我覺得也蠻驚訝的 所以我當初有嚇到 因為兩個人感覺 我為什麼聽說他們有什麼相關聯啊 但兩個都是時髦派的 我覺得應該也是因為時尚 對 就是應該都是因為自協業 動作 對